公开报道,辽宁舰甲板上同时出现13架监制15最新信息显示,目前,大连造船厂工人正在加班为国产001A型航母铺设电缆及各种管道,施工速度非常之快。 值得注意的是,首艘国产航母下水前所在的船物内已铺设了新龙骨及部分船体分段。 同时,近日,一组13架监制15舰载机同时现身辽宁舰的照片曝光,这是目前为止该舰上搭载肩负15舰载机数量最多的一次。 而且,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位于青岛西南50公里小口子海军基地,正在建设的第二个航空母舰码头。 还有在5月30日,官方媒体公开报道,中国航母舰载机部队又有一批舰载机飞行员获得资格证书。 更重要的是,这份报道还披露,在辽宁舰交付海军后的近5年时间里舰载机者舰训练过程中,共损失二架监制15舰载机。 两次事故造成舰载机飞行员一死一重伤。 不过重伤的飞行员经过救治后再次上天,并成为最新一批舰载机飞行员资格证书的获得者。 扩建中比原来面积更大的新航母码头卫星罩从以上最新的消息来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消息。 首先是国产001A型航母的施工进度,显示西装调试速度很快。 在5月18日和22日间隔4天先后开动主机试车,说明其动力部分可能已安装到位,具备了自主航行和为全舰提供便利的能力。 而在中国国防报一篇题目,为航母军港舰在青岛曾有干部提出异议,在国家利益前迅速消散的报道中,提到目前位于青岛西南部的航母基地正在扩建。 一个在16号辽宁舰码头外的规模更大的新航母码头已经基本建设完毕,可能已做好了迎接17号山东舰的准备。 而在看到这条新闻后,很多网友不得不留言承认,看来首艘国产航母命名为山东舰的消息不用再怀疑了。 同时,根据最新拍摄的图片,17号山东舰的西装速度惊人,再联想到仅仅下水不到一个月就进行两次动力测试,猜测该舰也许会比之前预计的18个月更快的速度交付海军。 在特大事故中受众伤治愈后拿到舰载机合格证书的曹仙舰,其次来看看建造国产001A型航母空出来的船物。 目前开始组装的下一艘巨舰已出具外形,这基本可以说就是002型弹射航母了。 从其在船物内的尺度来看,基本和001A型航母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大。 而所谓的是075型两栖攻击舰的猜测基本不靠谱。 因为已经成功修造和建造各一艘航母的大连造船厂,断无停止建造后续航母而改换门停去建造两栖攻击舰的道理。 而且国家为了建造国产航母在大连周边配套了很多造船基础设施,也据资培训了一大批合格的建造工艺技术人员。 不可能舍弃它们再让它们去重新学习建造两栖攻击舰。 毫无疑问的是,通过国产001A型航母的建造,大连造船厂已经轻车熟路。 在国产001A型航母下水后仅一个月后,002型航母就开始铺设龙骨并进行模块化组装。 这个建造速度真是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建造航母的船务内一艘新舰已能看出一些轮廓,再次谈谈中国舰载机飞行员的培训。 从2012年9月交付海军以来,16号辽宁舰已经为舰载机部队培养了5批拿到资格证书的合格舰载机飞行员。 其中第一批是2013年7月获证的包括现任舰载机部队长戴明盟在内的5人。 第二批是8人 第三批是6人 第四批是6人 前四批共是25人 按照以上的每批人数猜测第5批也是在6人左右。 那么就证明目前中国航母舰载机获得合格证书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了30人。 而从近期的一张16号辽宁舰甲板上出现13架兼制15。 并且有好多架挂载了导弹武器来探。 说明肩负15已具备连续排队起飞的能力。 而且在训练中还进行了空中加授游、空中对抗等多项训练任务。 由此证明16号辽宁舰已具备一定程度的综合作战能力。 一批新飞行员获得舰载机资格证书 而在报道受众伤至于重新驾机取得舰载机合格证书的曹仙舰试纪照片中。 他身后的战机编号121号 也说明16号辽宁舰可能已配属有不少于24架舰载机。 此事例也说明 中国海军培养舰载机飞行员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有记录的重大事故有两次。 一次是2016年4月6日 曹仙舰衰机重伤。 一次是时隔21天后的同月27日 张超击毁人亡。 两次特大事故损失肩负15舰载机两架。 虽然遭受了比较大的事故考验。 但是这没有阻挡住中国继续培养更新一批飞行员的步伐。 而担负这一重任的指挥员就是中国舰载机者舰第一人。 戴明盟 根据最新的消息。 戴明盟已是中国舰载机部队的部队长。 他很可能同时负责辽宁新城的海军舰载机训练基地和16号辽宁舰上的舰载机联队工作。 就像中国航天第一人杨立伟一样。 军衔和职务迅速升级。 并被赋予了更大的指挥重任。 辽宁号航母战斗群近期或将要驶向远洋训练由上述综合消息可以得出结论。 中国发展航母的步伐是空前的。 可能已经创造了不能公开的多项世界记录。 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002型航母的建造。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还是常规动力。 但却是安装三至四部蒸汽弹射器。 因此下一步的培训舰载机飞行员的目标就是适应弹射起飞并开展夜间起降。 而对于外媒所说的首艘002型航母早在2015年3月就在上海开工的消息。 虽然暂时很不能确定准确与否。 但至少在大连建造的这艘002型航母应该会比001A型的下水速度更快。 不过因为首次安装盘射器的技术复杂性,因而西装速度可能会比17号山东舰要慢。 仅就在大连建造航母而言,目前应该还可以做出如下判断。 按照海军传统,17号山东舰的海军接舰人员应该已经在年初进场开始各岗位的与西装同步熟悉工作。 为17号山东舰组舰的中国海军第二支舰载航空连队应该已经裂编授齐。 002型航母的动力组舰和弹射器或已经运到大连造船厂船务附近的库房。 辽宁舰战斗群近期可能要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带有展示近五年训练成果的战术远航。 君评陈光文传于2017年6月9日 therapist设计尼西装转航和弹射費 光文它 赌尔 感谢观看